走私毒品的方式真的是层出不穷 桃源机场今天破获了一个走私毒品集团 他们利用进口热带鱼底下的保冷带 里面呢改罐结晶的K他命毒品 总共被启出6公斤的K毒 画面上一箱箱的纸箱都是海关正常申报 标明从马来西亚空运来台的火体热带鱼 拆箱一看也的确都是一袋袋住满空气的热带鱼 不过警方却接获了线报 这些热带鱼夹带的毒品 但毒品到底藏在哪里 热带鱼是一个幌子而已 但是那保冷剂啊就是包装成 就是把K他命装成保冷剂来门混过关 果然结晶后的毒品K他命和保冷剂年的内含物相当类似 在外面再印有英文的袋子 看起来真的跟保冷袋一模一样 航警局这次总共查获了6公斤的K他命毒品 也以埋伏钓鱼的方式 将两名领货人给逮捕 正追查下游的货主 贵难了吗 贵难了吗 贵难了吗